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炒到微微发黄 咱们给它捞出备用 再下入羊腿肉 小火慢炒 炒出香味 咱们炒出油脂 咱们把多余的油脂给它倒出来 然后咱们把圆葱放入锅中 胡萝卜放入锅中 边炒一下 咱们加入食盐 放入紫盐粒 这个时候注意了 必须加入我家的开水 炖的半个小时 再放入电方锅 加入一把葡萄干 放入提前炮制两个小时的大米 咱们给它摊平 加入没过大米的开水 盖上电方锅 摁上煮饭键 煮熟以后 咱们给它搅拌均匀 倒入盆中就可以开吃了 明天在这里 火葱 明天聪明还有火葱 明天是火葱